位在花蓮市重庆市场旁边的戴天府 日前举办完法会 特别把120公斤白米及40桌的民生物资 捐给花蓮市公所的爱花蓮食物银行 市长温嘉贤除了代表接受也致政感谢状 他表示公所会持续关怀更多弱势家庭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位在于花蓮市重庆市场旁边的戴天府 自从建庙以来 每年在举办完法会过后 就会将物资捐赠给各个需要的社福团体 而日前他们就捐赠了120公斤的白米 以及40桌的民生物资 要给花蓮市公所食物银行 那其实也很开心 我们可以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民众 那把这些物资给食物银行 然后再由市公所来去做分配 就是希望就是用这个平台 然后可以让大家有需要的人 来可以拿到这些物资 花蓮市长温嘉贤除了道场代表接受 也特别颁证感谢壮 那今天谢谢戴天府 我们黄主委跟我们张副主委 还有我们张执行长 那共同的发动我们物资的一个捐赠 那我们也要拜托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如果有生活上或经济上的困难的部分 可以到食物银行来领取相关物资 那我们的相关的同仁 也会了解到个案的状况 来通知我们相关的一个单位 来做相关的社会福利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也期许未来花蓮有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都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援手的协助 那今天谢谢戴天府 所有的管理委员会 所有的信众大德 这样支持我们花蓮市公所的食物银行 那么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 为所有相亲打拼 另外卫市长也强调 森林物资没有户籍限制 只要民众生活面临困难 需要战渡难关 无论户籍设在哪边都可以到爱华莲食物银行 天表森林所需物资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